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宁夏旅游界有这样一种说法 北闻沙湖美 南有镇湖奇 北边沙湖以沙与水的巧妙结合 芦苇与水鸟和谐相处的美景 每年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人 到此观光游览 休闲度假 有位诗人在游览沙湖以后发出这样的感慨 贺兰山下蓬莱静 沙豹大湖避水天 万点尾从浮翡翡翠 鱼翔鸟茧乐湖边 用沙湖和蓬莱相比 可见它的美是名不虚传的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 与其遥遥相望的镇湖 又有多少人了解 它的魅力何在 又齐在何处呢 好了 现在穿好装备了 我们准备出发了 跟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里的大好风光吧 走啦 镇湖位于西极县西南 三十公里的镇湖乡 因为地处山区交通不便 和沙湖乡比 当地的居民还没有感受到 旅游业的利益 党家岔村的居民 依然是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和其他的自然景观比起来 镇湖的年龄并不算大 从诞生到今天 仅仅九十三岁 时光倒退九十三年 也就是一九二零年 这就不能不让人想起 一九二零年那场震惊全球的 海原大地震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六日 晚八时许 全世界的地震台都记录到了一次大地震 此次地震的面波绕地球两圈 谁称环球大震 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地震之一 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地震之一 早期国内外文献 将其称为甘肃海原大地震 或六盘山地震 其镇区中心地带位于海原 镇级八点五级 中心强度十二度 其镇区包括布园 龙德 七级 静园 景泰等线 呈条带状 北西向展开 面积两万平方公里 地震有感面积达251万平方公里 约占中国面积的四分之一 是中国历史上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大地震 此次大地震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192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在山走动的地方为题 报道了此次地震 山峰在夜幕下移动 山崩如瀑布般一泻而下 巨大的地点吞没了房屋 驼堵 村庄在一片气不松软的土海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全世界都遭受了一系列阵极强烈的地震打击 然而最害人听闻的当时这一次 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灾难之一 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地震中人死了 地裂了 一个巨大的湖泊从地表升起 难道我们所说的镇湖就是这样诞生的 我国第一代地质学家 原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副所长谢家荣 在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中记载 地震发生山崩几多 山崩附近之河道多被土堆艳色 用非常简练的八个字来形容 就是土山滑塌 堵河成库 而当地群众也习惯称之为水艳或艳色湖 据后人统计 当时地震中形成的艳色湖 大大小小 净达一百三十个之多 镇湖也属于这样的艳色湖 由于大多数河道 雍色处距离村庄太近 因怕艳色湖掘堤造成水灾 灾后 当地政府组织灾民 以攻待阵挖开了大多艳色湖 只有党家差的阵湖被保留了下来 历史 碾过了一个世纪 惨不忍睹的一夜 就这样被岁月的手轻轻翻了过去 今天地震造成的许多遗迹和景观 依然在无声地诉说着 那曾经发生的一切 镇湖水面面积达一百八十六点六万平方米 形状狭长 绵延十公里 最宽处仅六百米 平均水深十二米 最深处二十七米 因为在党家差村境内 所以村民们都习惯叫它党家差水艳 十几年前 当地政府在申报党家差 国家级地震遗迹时 又给它起了个官名 镇湖 镇湖是亚洲第一大 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 因地震形成的湖泊 但是这和南有镇湖 其中的棋子 又有多大关系呢 2000年 宁静的镇湖边传出来一个消息 被困在水中 沉寂了八十多年的镇湖 突然热闹了起来 究竟是什么样的消息 让这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请继续收看 印象名下正在播出的 镇湖魅影 说起镇湖 真正有名是2000年4月 传说西极镇湖当中 出现了水怪 这就像是一个重磅炸弹 在西极爆炸 引起了强烈的轰动 各大媒体相互转载 偏僻的镇湖 一下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被困在山间的西极镇湖 近静存在了八十年 但在2000年 水怪不可思议的出现了 据说那一年 来镇湖看水怪的人很多 最多是一天打2000多人 密密麻麻 站满了山头 断成文老汉 是镇湖边党家岔村的农民 2000年4月的一个下午 断成文老汉 在镇湖边散步 偶然发现湖中 有一个黑乎乎的怪物 在慢慢的游动 难道在西极镇湖 真的出现了传说中的水怪 是断成文老汉 眼花看错 还是故弄玄虚 亦或是确有其事 这个路还没说的 比较 人家漏为啥 从里不说话 应该去小心 我开下的时候 他就没有个腰子 不但我 我见见了多多喝点 十几年过去了 在党家岔村 我们再次向村民 问及水怪的事情 他们仍然津津乐道 您是当地人吗 那您见过水怪吗 见过 见过 您见过水怪啊 那水怪长什么样子呢 它这个直径就这么长 从雨雨长长 发了过雨后出来了 是下过雨后出来的 所以法国国雨雨停了 它在这个水盘上爬着的 爬着的 跟人为五个时候是 安如泰是党家岔村的退休教师 在离镇湖堤坝不远的村边 开了一家小卖部 据当地村民说 早在二十年前 当地村民就有人目睹过 镇湖水怪 二十多年来 村民们总是在 惊异不惊异间 看见传说中的镇湖水怪 如果东西可能发现 天黑了就出来了 正黑的时间 我个 九五年是 最出了的光明 咱们这里黑的啊 我觉得这是 不得了的时候 出来了 我控制的 人开我根本开不上开啥的 灵地狠 你天上飞上个 尿尿子都哼哼哼哼了 就这么个东西谁也说不清 反正是我开了 其实这个晚上的十几二点 只能我还不是说 从我里面上学的 就挂到白色上 根本不是的 你东西是有的 就这些人 我应用 应用活活动 我跟我的女人出来 我还印象不小心全然 我说不可能有这种大的东西的 头到外上出来是最终 总变是 纯粹是游泥游泉 荒动 揍着呢 揍着什么样的 纯粹就像 牛骑子一样 跑着扶着 这个样子 跑到 这么个 据当地人介绍 水怪的目击者总共有七八十人 这位叫全有国的村民 据说是见过水怪次数最多的人 今天开村 这个什么 出来 你们哈里嘛 哈里是大街 他有好多人 都开店 好 我 开店 还是个 还是个 你老孩子 是 还不是跟个的 好 不少人嘛 如果真如他们所描述的 水怪巨大 黑色 且极其机灵 这不仅让人想起了传说中最著名的尼斯湖水怪 1934年有人公布了一张抢拍到的尼斯湖水怪的照片 引起了轰动 这张照片虽然不是很清晰 但还是显示出了人们心中水怪的形象 长长长的脚子和扁小的头部露出湖面 像极了一种早在七千多万年前就灭绝的恐龙 蛇颈龙 因为这张照片 尼斯湖水怪 在给当地带来非常客观的旅游收入的同时 也引发了多次科学考察活动 直到1934年3月 一个名叫克里斯利安斯波林的人 临终忏悔 说出那张照片 是由他和其他四人用玩具潜水艇和塑料制成 这一惊天秘密 再次让全球哗然 然而就在这个国际玩笑渐渐平息之时 有关于水怪的传闻 再次在全球掀起 国外有挪威的塞尔悠尔湖水怪 国内除了新疆的喀纳斯湖水怪之外 青海湖 吉林长白山天池水怪 松花江水怪 一时间有关水怪出现的传闻 此起彼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变成惊天动地的事实 那么难道说 宁夏西级的镇湖水怪 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吗 传承有意 深化合作 共同发展 中蛙携手 面向全球 2013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新秋九月 盛大启目 传承文化共通 扩大山貌共赢 深化经济共荣 助推中阿特色品牌 打造国际知名影响力 共享商机 共化发展 2013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中国名下银川 据谢家荣 在民国九年十二月 甘肃地震报告中记载 裂缝 常涌出黑黄等色之水 味臭 略温 且有黑沙等随水涌出 于是有人据此推测 就是这些异常水质 导致湖里的鱼类变异 成为怪物 如果是这样 这个水怪的寿命 至少要在90岁以上 水下生物 有多少能具备这个条件呢 比如说是这个水质的变化 与整个水质动物之间的寿命 它们之间的关系 目前的话 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 由于水质变化 能够延长动物的寿命 这样一个说 那么能够明确一点就是 水质变化 确实能够引起水质动物 在形态结构 等方面的一些变化 那么村民们看到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有人认为 镇湖水域狭长 平均水深12米 形成也不过90多年 在如此年轻的湖泊中 有大如牛的未知动物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恐怕只是人们的一种错觉 但是错觉 又怎么可能会在 七八十人的身上都出现过 这难道是村民们 共同商量好的谎言吗 那么从当地老百姓发现的 所谓的这个水质 这个它的活动 这个时间来说 那么刚好与这个水体里面的鱼类 对繁殖季节是相笼合的 那么繁殖时候 它都要进行大量的集群 出现集群以后 那么在远处看 有可能就形成一个大的汤块 那么这种的话 有可能就是当地老百姓 所看到的怪物 这倒提醒了人们 当初有关卡纳斯湖中 水怪是红色鱼群的推论 那么党家岔村村民 所见到的水怪 是不是也是类似的鱼群 或是那条体型巨大的鱼呢 那么从世界目前 各种水怪的传说来说 那么已经有人研究 那么所谓的水怪 实际上是某种水生的生物 那么结合我们宁夏 西极县镇湖所谓的水怪来说 究竟是这个鱼群呢 还是其他的我们至今 在宁夏没有发现的 其他的一些水生基础动物 那我们还需要有待 也做进一步的科学考察和研究 这些传闻是真是假 如今已无从考证 因此说法也无不更加 误发巴门的起来 有人还说 狐怪是一种怪兽 比牛大 露出水面有一尺高 在如此年轻的湖泊中 有这么大的未知动物 恐怕只能算是 人们的一种错觉 然而这个不怎么新鲜的传说 却在当地被传得沸沸扬扬 甚至色彩分成 谁还有心思去分辨 并探究其中的真伪呢 黄土地上有些单调的日子 就这样在传说中 变得灿烂精彩起来 镇湖到底有没有水怪 我们无从考证 然而地震在给这里的人们 带来灾难的同时 也给这里留下了罕见的自然遗产 地震遗址 请继续收看 印象底下正在播出的 镇湖魅影 从山上往下看 整个湖面呢 明晃晃的有一些刺眼 湖边长着的芦苇 就像是一块碧绿的翡翠 把西极 这片缺少绿色的土壤 装点得分完美丽 镇湖流域 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 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 和自治区级保护动物 三十多种 镇湖孕育着一种奇特的鱼种 采迹 因为只有西极线 才有这种鲫鱼 所以称为西极采迹 这种采迹 与一般的鲫鱼相比 个体较小 大的不过半斤 小的一两左右 有纯白 纯红 纯黑 金黄 或黑紫色的 也有五色聚犬 或杂以多种色彩的 奇怪的是 这种鱼只生长在少数几个艳色湖中 并且只有在本土本水环境中 才能长期保持本身的颜色 如果换个环境 便会渐渐褪去颜色 这在科学界 至今是个第一 在干嘛呢 师傅 在打鱼啊 打上来了吗 没有 没有啊 听说这个湖里头有采劲 有 有啊 每天打鱼的时候都会遇到采劲吗 一两次啊 那现在采劲数量少了是吗 是 采劲长什么样子的呀 都鲫鱼一样 刚出来的金黄色 哦 金黄色的 应该特别漂亮吧 它的颜色 颜色很漂亮嘛 我们踢起来看一下有没有鱼 哇 好大一楼 大家看一下 看它活蹦乱跳的都活泼呀 二两 二两啊 那里面有吗 有有有 有啊 我们看一下 哦 这样很难遇到的 偶然遇到 大自然是神奇的 在海源大地震这苦难的一夜出现在人类历史定格成文字之后 让一个五彩的生命悄悄降落在了这片土地上 于冥冥之中 它向人们暗示着什么 海源大地震在给这里的人们带来灾难的同时 也给人们留下了罕见的珍贵的自然遗产 那就是地震一致 十里长霞 蓝天白云 碧波荡漾 野鸭细水 雁飞渔月 多么美的一幅塞上江南的景色 这里的湖水清澈透亮 周围的芦苇随风荡漾 四周四面环山 构成了一幅山虫水赋 山环水绕 山水相间的一幅美丽的图景 让我们慢慢地感受镇湖的美吧 成青的叶鸭 自在的飞 细细的鸳鸯一对对 黄土高破的风而吹 垂绿一壶水 练练的几天 层层的醉 多情的涟漪 温如微 天细的好娘不相会 花香心而醉 山虎梅 在起飞 婴儿飘 羊儿归 你是上天 上下的 在山顶上 看完镇湖 我来到了山下的村子里 走进一户人家 院子里坐着的老爷爷和老奶奶 了解到我们是为镇湖而来时 再一次向我说起了 那场早已远去了的地震 曾亲身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 已经所剩无几 他们说的都是听来的记忆 除了九十多年前的大地震败 党家岔村似乎没有什么可书写的历史 只有有灾后的困苦和长久以来与贫穷搏斗的苦难事 回头再看这个一九二零年大地震形成了镇湖 曾经有人评价它就像上苍留下的一颗泪珠 为世界第二大镇湖曾经的苦难作证 也为西级造化了一方美景 至于水怪 又则安之 无则美之 那场地震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非常久远了 尽管对于那些活着的 但是经历过这场地震的人来说 是一场无法弥补的伤痕 但是生命就像是大自然赋予党家 岔村伟一样 赋予他们的是生命的另外一种美丽 好 感谢收看 遇上宁下 让我们相约 下一次旅程吧 沉沉的夜鸭自在的飞 细细的鸳鸯一对对 黄土高破的风儿吹 垂绿一壶水 连连的几天层层的醉 躲进的涟漪温如微 天气的横梁不相会 花香心而醉 沉河梅在起飞 银儿飘扬而归 你是上天 倒下的一滴泪 花脱占出和飞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